挑戰賀錦麗 像是去年9月跟今年3月 兩度訪台的密西根州州長魏美貴 還有加州州長紐森 都有實力來挑戰賀錦麗 那其他像是賓州州長 還有運輸部部長也都一一被點名 那剛剛這個上公也有先提到了 像是這個裴洛西 他就直接公開說 如果拜登退選了 黨需要用公開的程序來選出提名 也就是說賀錦麗要出現 還真的需要再經過一番角力 對 因為民主黨在8月19到22 要在芝加哥開全國黨員代表大會 所以也就是說在那個之前 民主黨必須產生他們的總統候選人 因為你不可能到全代會 大家黨員 黨代表來投票 所以呢 應該 因為民主黨原本就在8月初 就本來就要進行線上投票 這個線上投票 之所以提前到8月初是因為 跟俄亥俄州有關 因為俄亥俄他們州 把那個總統候選人的登記時間 把他往前提了 所以你民主黨如果8月初沒有確定 總統候選人的話 你變成在俄亥俄州 你就沒辦法登記 他會變成無效 所以他本來就會在8月初 所以我覺得 不曉得這個是民主黨好運還是壞運 因為原本就預計 8月初要做線上投票 那原本大家講說就是拜登 沒有問題 那現在出現一個拜登退選的情況之下 拜登本人是非常支持賀錦麗 他請全黨支持他 民主黨裡面現在幾個比較重量級的人物 我目前看起來好像都還沒有正式表態 都還沒有正式表態 那可能這是賀錦麗要努力的部分 不過他黨內可能的競爭對手 至少今天 但他女生會不會比較吃香 對 這是我覺得 因為他黨內競爭對手 目前至少加州州長紐松已經說他今年不選 因為加州是民主黨大本業 而且選舉人票又多 所以紐松的表態很重要 因為如果紐松全力幫賀錦麗的話 加州選舉人票 我如果沒記錯是60幾張票 其實是非常關鍵的一週 那另外有一位參議員也說今年不選 那所以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這些人會不會參選 第一個是能不能挑戰什麼 另外一個就是錢的問題 因為你知道美國總統選舉是一個燒錢比賽 初步估計大概100億台幣是低銷 100億台幣大概是低銷了 標準配備 對 目前拜登陣營他的募款 在美國公開的資料裡面 已經募到30億台幣 對 但是這一筆錢 如果是賀錦麗的話 因為賀錦麗也在募款名單裡面 所以有可能可以直接轉移給賀錦麗來使用 對 但是如果其他人的話就未必能轉移 那其他人你能不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募這麼多錢 這是他們第一要考慮 因為拜登這時候退選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金主說那我不出錢 金主不出錢你選舉就不用玩 再來剛剛安琪問到女性 其實不只是女性 賀錦麗的身分很特別 她第一她是女性之外 第二她如果變成美國總統候選人 她是美國史上第一個 具有亞洲裔血統的總統候選人 美國出過非洲裔的歐巴馬 但是亞裔從來沒有過 而且賀錦麗父親是亞買家人 母親是印度裔 所以她同時兼具美國 除了非裔美國人之外 另外人口最多的兩隻 中南美洲的 拉丁美洲裔跟亞裔 所以我想民主黨如果最後提名她 應該這個也會列入考慮 因為她可以 去爭取亞裔跟拉丁美洲裔的選票 因為她的父母各自來自這邊的選手 而且別忘了 范斯的太太是印度裔 烏莎是印度裔 所以賀錦麗在這部分 也許可以抵消某一部分 川普陣營的吸引亞裔選票的能力 所以我覺得我個人評估 賀錦麗最後成為美國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機率相對是高 因為畢竟她從拜登決定要連任的時候 她就一直陪在拜登旁邊 在幫忙選舉 所以她暖身的時間最短 其他人你要重新暖身 你要組你的競選班底 然後你要募款 你要做全國新聞廣告 現在離投票只剩100出頭天 那個時間非常趕 美國這麼大 那時候換柱是幾天前換的 換柱是9月對不對 所以比現在時間還長一點 換柱還長一點 而且因為台灣福源小 美國那個福源有多大 你光是剩下100多天 能不能各州至少跑一遍都是個問題 因為現在看我沒記錯106天 美國50個州你等於是 兩天要跑完一個州 而且那個州你大概就只能 問到蜻蜓點水而已 所以這其實是很辛苦的事情 另外一個關鍵就是 因為賀錦麗她本身也是 加州選出來的參議員 所以她在加州應該有優勢 但是我覺得美國總統選舉是這樣 你即使拜登現在宣布退選 拜登跟川普在全國民調支持度 其實差不多 但關鍵剛剛藝福講了 關鍵在選舉人 因為有時候你的選民票 跟選舉人投出來的 得到因為他是贏者全拿的制度 都是很特別的制度 所以你只要拿51% 這一週選舉人票我全包 所以你有可能 你的全國民調可能平手或小輸 但是選舉人票可能輸很多 也不一定 所以我覺得他們會去精算 而這次拜登會退選的 關鍵就是因為Ohio州那個參議員 因為連他都叫拜登退選 因為Ohio其實是很典型的 中西部鐵秀區的搖擺州 那你如果連他都 可能拜登陣營秀到就認為說 那如果說連中西部的選票 搖擺州的參議員都表態要退選 要我退選的話 可能真的贏面不大 所以他才會決定退選 不過拜登這個退選也算是來的 我覺得啦 就是以同樣是換總統候選人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美國的政治人物格局還是大一點 真的還是大一點 至少他不像台灣是要被人家逼著換掉 然後被換掉之後 還有很多怨言很多抱怨 然後造成整個黨的分裂 那你看拜登雖然他個人主觀意願 很不想退選 但是他最後還是真的就是以大吉為重 因為其實主要就是 他們怕拖累國會的選舉 因為你如果國會選舉一起拖累的話 對民主黨來講會重傷 所以拜登這次的退選 應該算是最不得已 但是應該對民主黨多數人來講 我覺得他們會覺得說這是最好的決定 丁哥 我們剛剛都在說 台灣的歷史跑在美國前面很幾年 十幾年有 我們連開槍都比人家早 對 然後我們有換柱也比人家早 對不對 好 那現在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安琪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